新聞首相帶人來看到在臺中 有騎士禮讓行人 想不到卻遭到追撞 當時這名二十二歲 羅姓騎士他騎著新買 一個月又駕四十多萬元重機 行經了逢甲傷 卻他看到有行人要過馬路 當場是緊急殺停 帶人之後放了一輛轎車 反應不及 直接追撞上去 這下不但是車毀了 騎士整個人被撞到 彈飛起來 重摔抖地 全身有多處擦傷 重機看到行人過馬路 緊急剎車突然 碰的一聲 後方的銀色照車 沒來得及反應 追撞重機 騎士撞到整個人彈起來 連人帶車重摔倒地 晚上行人再走 我們就不容易發現他 就那台摩托是新買的 好像才買一個月吧 你們有注意到前面的車況 才會追撞 車禍就發生在 台中逢甲雙圈的福星路上 十六號晚間十一點多 二十二歲的羅姓重機騎士 看到斑馬線上 有行人拉著推車要通過 緊急剎車禮讓行人 卻被後方的駕駛追撞 擊落 造成了全身多處擦傷 剛買一個月的紅牌重機 要價四十幾萬 這下也受損嚴重 其實事故現場沒有耗製燈 附近的民眾說 福星路上有六處像這樣有斑馬線 卻沒有耗製燈的路口 很常發生車禍 不只行人過馬路危險 行至上路後 離讓行人的機車汽車 經過路口最好放慢速度 避免突入起來的意外發生 記者方屏幕林宏吉 A3J小組台中報導